《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我是射爆香港的節目主持善仲佳 多謝大家在今集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今天除了我們的嘉賓主持方玄林之外 我們請來幾位在南區服務的街坊朋友 首先由我們左邊開始是徐遠華 你介紹自己好嗎 大家好 我是徐遠華 就是王竹坑那邊的區議員 中間是馮偉光 我是馮偉光 海宜的區議員 在我左邊就是廖宇恆 你介紹自己 我是民主黨的廖宇恆 我在海宜半島服務了五六年了 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講南區的發展 以及南區的鐵路 我記得上一屆特首爭水連任的時候 就有答問大會 通常答問大會是講一些管治 講一些很宏大的議題 競爭 經濟發展 但是有個街坊很厲害 成功打了一個電話 你進去就問特首 問一條很小的問題 但都是影響很高的 就是特首你會不會為南區 起一條地下鐵路 當時特首有個答案嗎 黃偉光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或者我講一下 當時應該是2007年的3月 有一位姓梁的先生 在答問大會 都不是電話 他是抽到 抽到呢 多虧我們當時的區議員陳文漢 就建議他 你一定要問他 政綱是否沒有南區鐵路 那他政綱是真的沒有的 他對手的梁家傑 泛民的梁家傑是有的 特首又說 他當然我能夠成功當選 我一定會考慮做 他沒有就馬上說做 但高度暗示他會做 到了當年的10月 司令報告 他已經連任了 搞了十大基建 南區鐵路是居首 就出來了 所以故事就開始了 這個所謂南區鐵路 時光很快 現在已經由2007年 現在差不多已經是4年的時間 特首做多年 多些已經是收工 我想問阮華兄 其實南區鐵路 是否仍是去到一個所謂的樓梯 紫文樓梯在未見新屋 我都好像最近去過 南區 都不是周街地管 總是未開始掘地 究竟現在的狀態是怎樣 現在就剛剛開工 因為就是 若莫上次我們公佈 這個南區地鐵 用黃竹坑村那塊地去補貼 這個港鐵項目的時候 通過了那一天 然後第二天 港鐵開工 所以到現在為止 應該開工了兩個禮拜 不開始是在掘地 稍後也會有一個叫做爆破工程 這個爆破工程 我想影響到很大 所以我們最近 都在地區工作 都在做這方面的宣傳 也希望街坊 不要恐慌 因為曾經在黃竹坑那邊 有開洋公園的爆破 那邊的爆破 但今次爆破工程 是來民居很近的 爆破工程都會持續一年 持續一年 有這麼近民居 如何把安全做到最好 如何把噪音的影響 灰塵的影響 減到最低 這個我們是要繼續 跟港鐵和有關部門 繼續跟進 我又問問阿馮偉光 我又不炒樓 但好像2007年 當然這幾年 樓價升了 但似乎好像地下鐵宣佈之後 海宜的樓價升得比較多 是否南區鐵路受到海宜 或是完善的歡迎 其實居民是歡迎的 亦公道地說 0701宣佈 樓價是立即反映 特別可以有樓價 因為海宜是總責 所以居民是絕對歡迎 不過居民是很慢 搞了四年到現在還未挖 但我知道有人回到有人受 我有朋友有親戚 有在智庫居住 有在華富華貴 有一些是市中心 或是石牌灣 他說不關我的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一想南區 中心點就是香港仔中心那邊 但原來聽香港 他很欠鐵路經過他們那裏 你可疑的樓價不斷升 他沒什麼升 因為到不到他那裏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鐵路的設計 不是照顧了整個 香港仔黃中坑區 海宜區的人嗎 因為這個就是 第一 以為香港仔和華富智庫 一起給予來的誤會 基於 我想他有很多 要虛行各方勢力 所以他沒有去到那裏 只要做東段 沒有做西段 這是最不幸的地方 或者我補充一下 最初的時候 有幾個計劃 其中一個計劃 總站是去到香港仔中心 另外有一個計劃 就是兩邊都去 一邊去到香港仔中心 一邊就像現在這樣 就是兩條線 是的 但是就似乎 港鐵好像馮玉光所說 他是衡量過各種的需要 還有一個最大的因素 就是如果那個站 去到香港仔中心的話 對於港鐵來說 似乎 講得逐一點就沒什麼肉食 因為去到那邊 已經地方空間全都發展了 去到那邊似乎都沒什麼用 但是就 亞比州那邊 有10萬的人口 那邊的人口佔了南區三分之一 如果不去海熱 不去利東的話 建了整條南區地鐵 都似乎效益不太大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 考慮的重點 還有我想 如果說一些交通的話 可能廖宇恒 我相信他會比較熟 究竟這條鐵路現在建成這樣 背後有什麼交通的考慮 剛才好像提到 設計過程 很多地方 很多力量在國力 可以多給我們一些 除了人口方面 就是鴨利州人口 較為香港仔 填灣 石排灣那邊 又是多之外 鴨利州10萬 但是香港仔填灣 加起來都是 五萬至六萬左右 還有香港仔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很多 紅煙和綠煙的大本營 如果要地鐵 要穿進去香港仔 恐怕會觸及到 專線小巴 或者紅色小巴的利益 衡量過之下 寧願就是 你意思是否是 政府投書記起 還是覺得是 發立居民需要 還是覺得是 什麼原因 或者這樣說 用一個最快的方法 可以起到鐵路 或者去避開一些 較為大的阻力 令鐵路可以快些 對於香港仔的居民 也不是說沒有好處 因為你始終有鐵路 通往南區 你對時都可以在黃中海轉車 剛才開始說的時候 有東段有西段 現在起了東段 西段還是否在計劃裏面 還是胎死腹中 還是已經不會再 還是起完東段後再再想 現在口徑說是會的 沒有確實 對 無限期研究 研究兩個字 永遠都是可圈可點的 所以不知研究到什麼時候 就好像南區地址 我聽說 楊森當初是 八九年的時候 都已經開始說 講到現在才開始起 我想現在開始講西段的話 我真的不希望等多二十年 第一 這不是港鐵的決定 我理解 其實應該是訪問局的考慮 我們都相信 他真的考慮到 都不止小巴 是巴士 他有一個合理的過渡 讓現有的交通工具 不要被馬上被由地鐵衝擊 不過我覺得 其實這是很無謂的憂慮 因為搞著搞著 東段都講了四年 還沒掘 巴士公司和小巴公司 過去四年 完全沒有受影響 其實都有點矛盾 我們一直反對地鐵加價 起完東又起西 其實居民想他起還是否起 這個很明顯 我想各個黨派不單止民主黨 可能公民黨 可能民建聯 大家都是拍手歡迎 希望他快點起 快點通車 所以其中一個我回應方越南的意見 就是如果西段到現在不起都好 但是將來的話 現在區議會都在想 究竟住在香港的街坊 住在華府的街坊 將來南國地址通車之後 同樣講到西段的延長線 那邊去到大學站也有站 究竟住在華櫃的街坊 將來會怎樣坐車 究竟會轉成小巴或巴士 去到大學站轉車 轉地鐵 還是坐車去到黃竹坑轉廣鐵 所以現在正在做研究 華府的華櫃到將來有得選擇 好像有得選擇 但亦沒有得選擇 望左就是去大學站 望右就是去黃竹坑 當然他總會找到方法轉車 交通上 但是以往來說 很多這些大型基建 無論是幹線或鐵路 到最後就形成到 很多民生活動的中心會轉移 很明顯在一些主要的 站頭的上蓋上 或者是商場 據我所知 南區沒有什麼商場 現在是否將會有一個商場呢 很可能在黃竹坑那裡 這個轉移會不會令到 他們本身在舊區 即無論是華府 或者香港的中心 那裡住的人 他們會少了一些 例如有些東西可能沒有了 因為商場文化 會取代了那種消費 有些供應可能會短缺了一些 即所謂邊緣化了他們 即在新界西 其實有類似的情況 開了西一點之後 有一些本來一旺的區 邊緣化了一些 這些情況會不會在南區出現 對民生有什麼衝擊 我自己估計 譬如南區 有些很特色的 譬如魚蛋粉 海鮮小食 那間海鮮店 應該還做到幾天旺 當年Mike Jackson也去 但我估計 有些民生的東西 一定會受衝擊 為什麼 譬如現在智庫 都有一個大田引箱 將商場收拾過 裡面已經很標準化 你進去一式一樣 你見到它都是你熟悉的品牌 很難有些很街坊的 有,但已經很少了 現在香港車還有相對比較多 但我估計將會有影響 或者我又補充多幾句 講起整個南區地鐵 會帶起整個地區的發展 尤其是黃竹坑那邊 我自己區裡面會比較熟 其實我前幾年都已經派過一份 大致標題 就是南區地鐵通車 香港仔細必會活落 黃竹坑就會取代 這個鄉仔成為整個南區的中心地帶 其實有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南區地鐵 將來的話 是黃竹坑有個站 但香港就是編武站 另一個就是黃竹坑的物業上蓋 不單止的物業上蓋 住了很多人 吸引很多的人流 另一個就是下面有個大型的商場 其實港鐵當初去到區議會簡介的時候 亦都有講過黃竹坑的模式 就會好像青衣城一樣 最近他也都會講到 將來可能會成為太古城的模式去建 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 黃竹坑剛才講到 華富香港仔街坊 就會去到黃竹坑那邊轉車 那邊會有個大型的交通中轉站 再加上黃竹坑的村 那塊地皮將來重建之後 還要配合周邊的工廠區 現在的工廠區其實已經是改劃了 即是它的規劃用途 已經由工廠區轉變成一個商貿區 已經是有14個項目 會變成一個酒店和寫字樓 我想住在南區的解放就很清楚了 即是那裡剛剛落成了一座酒店 另外也有一座大型格級的商客 大家想像到 將來黃竹坑南區地鐵通車的話 黃竹坑去到金鐘站 我想只需要五分鐘 將來會有很多的寫字樓 就會慢慢搬到黃竹坑那邊 黃竹坑其實最初的時候 他有這個轉變的時候 有很多的發展商想建這個酒店 但是去到現在為止 很多地產商發覺 發展商建這個寫字樓的利潤 似乎是高於酒店 所以就紛紛將酒店的項目 改變成這個寫字樓的項目 所以我估計現在我會看到很多的寫字樓 慢慢搬到九龍灣那邊 但是我相信 接下來幾年 尤其是港鐵通車之後 會有很多的寫字樓 就會在黃竹坑那邊慢慢 紛紛成立 就是勇氣 令到整個黃竹坑 就會變成整個南區的中心地鐵 但是我不知道 我只是問問一下你的旅行 會不會這個 徐遠華都在說 地產商的天堂 黃竹坑變成了 會不會變成這個 居民得回港鐵 明天你知道了 港鐵進來 然後小巴少了 巴士少了 逼同時 但你覺得收費是怎樣 收費呢 他講這個講的 跟現時的港鐵同時的 一個便利用大量 是一樣的 譬如是頭兩個站 3.7或3.8 之後是4.6 即是第六 第七個站就是6.7 即下星期是等價 如果以現時的Fair Scale 例如出中環計算比巴士更便宜 在海宜半島計算 現在的巴士是6.9 如果跟港鐵的範圍 即是6.7 在海宜半島出中環 更便宜 出中環可能會便宜 但出銅鑼環 至於現在看 巴士仍有票價和時間有優勢 出銅鑼環很有趣 要去到金鐘 即是海洋公園 搭到金鐘 之後再搭到灣仔和阿環 即是在那裏轉車 如果一程車 例如亞磊洲搭592 搭96 或者黃竹坑搭72A 一程車便出入 4.5或4.7 在飄加上便宜 時間上便宜 亦比港鐵更快 我想取決於一個假設 將來港鐵通過車之後 香港仔隧道暢通無阻 暢通無阻 巴士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但我會覺得 將來最擔心的問題就是 港鐵未通車之前 巴士便削減服務 這是最擔心的 可能港鐵 現在說的是2015年通車 會不會到2013年 或者2014年 便開始打擊班子 居民就兩頭不到案了 港鐵未通車 但巴士服務率少了很多 事實上在整個過程中 巴士公司的表現是怎樣的 他們對這件事怎樣看 是否已經預備了削減服務 因為他們最初力爭 不要燒到他們那一袋 究竟他們的反應是怎樣的 削減呢 他也未至於會削減 不過服務受某程度的影響 就差不多肯定了 現在的 計算現在的通勤 南區出入的鐵量 將來還有一群地盤工人 很多的 可能一時之間在黃莊一放工 五點會立即散開出來 湧出來搭車 在這個時候 五點幾六點 也正正是黃昏 放工的時間 那些藍區被門 放工的時常會反轉 逆轉 應該會不會不怕呢 反轉 因為這樣會增加 上落客的時間 塞車會塞內 會令到服務 應該會更加差 簡單來說 如果他不去做一些措施 去穩定現在的班次 其實將來 接下來我們這四年的巴士班次 一定會是 只會差 不會好 很特別 現在我覺得 我有限的認知 看到的 就是香港的隧道已經很堵塞 很難再塞 但是方向就是 早上也是堵塞出來 放工也是堵塞出來 現在這個不是 那條管道 出來灣仔 那條管道 始終都是 很大的負荷 這個我真的想為 我們南區街坊 澄清一下 我們南區市民 是一個受害者 不是因為南區的車多 也不是因為 香港仔隧道的 富豪量不夠多 而是紅隧的車太多 由九龍那邊過來的車 塞住在灣仔 塞住在銅鑼灣 所以 香港仔 或者是南區出去的車 就在灣仔 就是墳場附近 塞住了 就不是因為南區的車 就是南區的車 是因為 紅隧的車多 而塞住了 所以我們除了 南區地鐵 希望將來可以改善這個問題之外 也都是 有少少寄望於 將來那個灣仔繞道 就是灣仔繞道 差不多 跟這個南區地鐵 那個同一時間 可能差 半年時間 就會痛車落成 希望真的到時 可以分擔到 灣仔 分擔到 銅鑼灣少少的車流量 令到灣仔那邊的車流量 少一些 然後 洪水過來的車 就不會塞住了 令到南區出去的車 也不會因為熱 這樣而塞車 對於這個問題 我回答一下 我跟廖宇恒 上個月去過 就是跑馬會 和前新華社的位 是視察過 找到灣仔區議會 找到交通部 找到警察 最終 都未完全解決得到 我希望行龍燈放車多些 其實呢 就因為 在堅拿道天橋 跑馬地馬場 對出一大 跑馬地的車又堆出來 王后大道東的車又堆出來 香港仔隧道的車又堆出來 那裏變成一個很窄的樽鏡位 那灣仔區議會 當然想 你放了灣仔區的車 快點 趕快走 那南區的車 當然遲些 那灣仔區議會 當然會這樣想 但是我們南區這邊 當然想 趕快點 南區的車輛 趕快快點 可以駛出去 外面 所以 在交通交界 或者燈位 放燈這個問題 你延長多10秒 5秒 跟車輛的流量已經不同了 那現在呢 最新的方案 就是 南區放出來的車 或者會放回 量放多些 還有在那些 運輸處 會做少少些道路的工程 會 確保少少些 禮盡度的路面 那令到的流量 就略略再增加少少 那其實你說 幫助會不會很大呢 未至於的 但是 有好過沒有 或者我再問一問 整個交通網絡 這幾年 樽頸 或者衝擊 最大 在哪幾個位置 因為 你建立這個鐵路 你記得很多年前 李敦道建立的時候 民怨沸騰 當這個鐵路剛剛動工 一個星期 如果是全面動工的時候 會對這個 通常建立這些人 未見棋 未見棋 可不可以 嘗嘗 這個我真的要說 對 上個星期五 港鐵剛剛進行一個 叫交通改道的工程 在黃竹坑分階段 實行 上個禮拜剛剛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初步看 因為改動的道路 不算太多 所以 車流量受影響 是不是真的很嚴重 就未見到 但是 已經開始見到 它有少少影響 就是會令到車流量 沒有那麼快 以往是很順暢 但是現在 會令到整條路面 一眼看上去 就有車籠 雖然 就未至於擠塞 但是車流量慢慢慢慢地走 由以前一個路口 去到另一個路口 可能需要30秒 但是現在的路 可能真的要花幾分鐘時間 才能夠出去 未至於塞車 但是 現在是第一階段 我擔心 去到第二階段 就是由 黃竹坑為例 黃竹坑那邊 有個巴士總站搬錢 如果搬了過去 新的巴士總站那邊 就令到整條道路 就可能會更加擠塞 這是非常之擔心的 所以 也會繼續跟港鐵 和運輸署 和周邊的學校 繼續去磋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黃竹坑那邊 是有三間的國際學校 三間國際學校 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的家長 會用自己的私家車 去接送自己的小朋友 也會有很多的 保姆車 所以南朗山道 心灣道 那邊 是我們區內的交通名牌 如果是那邊 因為港鐵的工程 有些交通的改道 而令到那邊的交通 某一個路口 一塞車的話 就是 真是 牽一髮 熱動全身 令到整個區的交通 因此會濟塞 這是非常之擔心的 所以 這段時間 都繼續 和港鐵那邊去磋商 可能今早才和港鐵那邊開完會 我們在講 將來的巴士忠臺 怎麼去協調 和國際學校的學校 怎麼去商討 將來的話 會好一點 有一點進展 就是國際學校的放學時間 就會有些調配 現在的話 他們國際學校的放學時間 差不多 可能相差十分鐘 但是 下個學年開始的話 他們放學時間 大約二十分鐘 二十多分鐘 去放學 令到 在同一時間 黃宗坑那邊的 車流量 就不會太多 所以 令到有個分流 沒錯 也有個分流的作用 希望這樣 令到我們區域的 交通影響 減到最少 我聽到南區 就好像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 我們知道有一個手術 做了之後就會好 但手術衝擊很大 不知道會不會在手術當中 就暴斃 於是 就要很多協調 你聽到 連一間 學校的放學時間 大家都要遷就 紅綠燈 可能去到灣仔那邊 怎樣放發等等 很多的聯繫 很多的協調要做 這一方面 你覺得政府做成怎樣 整件事 一定要有很多協調 政府做得相當不好 我想說多一個 另外 很麻煩的就是 突然間 本來有兩個四例口 一個就在 碧耀灣 那邊 一個就在 我們海二半島 現在突然間 徐霧柱那個 放不出來 於是擠迫所有車到海二半島 有三百八十架次 由九點半到七點鐘 五點鐘 五點鐘 所以幾個小時 總之每分鐘都有一架 其實問題是 因為 其務處不肯協調得好 所以 我們下個星期 透過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 就會約了 其務處的助理署長 談清楚 可不可以早些放回 實力口出來 因為其實每一個環節 如果不是處理得好 就已經足夠 沒錯 令到大家都知道 四年後好 不過這四年怎麼過呢 可能很悲觀 剛才馮外光所說的 港鐵在這件事上 亦都有他相當的責任 而政府似乎太過被動 將所有事情都堆去港鐵 等港鐵自己去解決 自己就拋雙手 有些交通問題 環境的問題 都是等港鐵去搞 自己就好像什麼都不做 我覺得 如果是積極不干預的話 這件事在經濟方面 可能大家會支持 但是在這些民生事件上 或者在鐵路方面 交通方面 我真的希望政府是大有為的政府 才能幫到市民 這個不干預 運作操作一定要去處理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再講一下 就是未來這幾年 港鐵還未通車之前 會因為這個鐵路 起床過程有什麼問題 以及起床之內 對區裡面 旅遊就業有什麼影響 我們休息一下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們這個 《鹹爆香港》節目 今集我們講南區鐵路發展的問題 我們請來幾位嘉賓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 方宜林是我們的客席嘉賓 在我們左邊就是徐遠華 黃竹坑的區議員 中間就是馮偉閣 就是海而東 海而西 海而西 然後廖宇恒 也是在南區服務的 上半段我們講到 所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其實在港鐵大體的目標 什麼時候全線通車 2015年 2015 就是在四年之內 未來四年裡面 你們兩位是區議員 或者廖宇恒都在區裡面服務 其實你最緊張 未來這幾年 你們兩條鐵路都經過 或者海而做中站 你有什麼最緊要做的事情 去保護或者保衛居民的利益 或者解決中間的過程問題 你有什麼要做呢 第一個當然是交通的問題 因為剛才也講到 現在正在做臨時的交通改道 所以我是擔心 之後的交通改道 會不會令到整個區的交通 更加混亂更加濟實 這個我們首要是要避免的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當初我們希望 有一個地鐵的出入口 在南途角對出的位置 但現在因為是高價值的關係 所以那個出入口 不可以設在那邊 但是的話 我們都希望 有港鐵提供一個更加方便 市民的一條通道 可以由南途角 由雅途角 去回港鐵的站口那邊 因為始終都是港鐵的站 和我們主要的民居 都相距了十幾分鐘的路程 所以這個是主要我們兩樣 我們想去跟進 要去努力去做好它 我自己看回港鐵做事 就不要這麼拖拖賴賴 連一些巴士站的改動 搞個問卷都搞了三個月 即是應了當年朱鴻基總理說 什麼義而不極決而不行 但是坦白說 南區子丹油 海宜半島裡面的居民 大體都是歡迎來的 當然總會有這樣哪樣的 即是批評 污染 巴士 噪音 即是因為你的巴士會多了 但是呢 他應該做事要紮實些 不要搞挪搞去 其實你整百億的計劃 你這樣拖拉法 我在這幾年起的時候 我真的很擔心 最中間搞就搞 可能是2015 上到2016才搞定 即是他隨時可以這樣 即是拖多幾個月 即是很麻煩 至於其他那些 很多泥球車 或者巴士噪音 我想語言 可以講得更仔細給大家聽 噪音呢 其實就不是說 不是說 全條村都會很受影響 即是特別可能向著 某些的座向 就會特別影響一些 例如巴士 可能會改完之後 會不會吵了 或者會不會那些巴士 夜晚有些深夜的泊位 放進去工業區 因為海洋公園都收了快地 那些位置會不會拍架 有些會放進去海宜半島附近的工業區 但是有些巴士 繞進去 或者繞出來 這些都會是噪音 又或者是搬的站 搬去 在座頭下面 那些低層的那些 我會覺得很吵 無端端在樓下沒有東西 現在無端端在哪個站 但是這些 這些小的問題 但是其實港鐵 或者政府各個 例如運輸處 這些部門 都不能夠很快 給予一些解決方案出來 這個其實我們是失望的 一些簡單的問題 但是 本來我們會期望 很快會解決到 但是拖到很久都解決不到 反而我們區議員 不能給予解決方案 我們建議 譬如說你把兩個巴士站搬走 這樣太麻煩了 或者你只是搬走一個 不搬走另一個 不如那些比較容易變民的 例如是機場的 你只保留在那裡 那個可能都是 出出入入 都是剪刀 這樣就放軟一點 就行了 南區你們有沒有什麼 監察鐵路 經什麼建築小組 有沒有的 我們有 其實區議會有一個常設的 特別委員會 就是監察南區地鐵 其實這個委員 是有了很多年 由最初爭取興建 到現在 變成協調和監察進度 之後 我們議會 直至港鐵通車為止 都會有這樣的常設委員會 我聽起來有一個很清楚 我突然的腦袋 走出了一個影像 就是好像在手術室 我們說最怕就是 手術成功的病人死亡 而在手術室裏面 有很多事情 需要很快做決定 現在不是怎樣做的問題 就是要快做 因為知道怎樣做 更慢也會死亡 聽說就是慢的問題 但有一個核心問題 就是誰才是主診醫生 其實是港鐵還是政府 因為有些事情 你推來推去 大家正在開刀 你問我 我問你就死得人 你們的感覺是怎樣 靠監察 沒有監察在上面看著 下面真的正在開刀 那個是他們 這個真的要說回 作為一個區議員 真的會覺得有些無奈和無力感 因為真的在 除了我們去到議會裡面 去監察的時候 往往是很後期的 還有去到很急的時候 才會咨詢回我們區議會 同時也會見到 剛剛你說哪一個才是主診醫生 很明顯是港鐵才是主診醫生 反而政府顯得非常消極被動 所以這個反而要令到我們 除了我們在議會的層面 也要作為我們政黨 會不會定期和你們報告 你們可不可以在小組裡面 做性質 但往往都是去到很後期的時候 差不多定案了才告知 只會你一聲 這個態度有問題 譬如我舉個例子 剛才我講過三百多部泥頭車 一分鐘 兩輛兩輛那輛 那個情況就是 本來告訴你 是有兩個射泥口 只是在整個鴨利州 就是二百格鬆一點 但是它有些地區小組 它有很多架構 另外找到各個區議員 每個小區都有個地區聯絡小組 但它都不告訴你 開到最後那個小組 開到來海宜 它已經不告訴我們 第二天就開正式的大組 整個區議會的監獲小組 那才再說 其他前頭開過的 鴨利州的小組的議員 為什麼你上星期跟我開會不說 他們無言以對 其實他們知道 那個態度很奇怪 其實整個南居鐵路有幾個站 如果你加上金鐘的話 就有五個了 那個站其實是由金鐘 然後穿一條隧道去到黃宗坑 不是去到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 再去黃宗坑 然後就過去鴨利州的兩個站 一個就是利洞 一個就是海宜 有一點特別的 因為那條 穿一條隧道 在現時的香港仔隧道旁邊 有一條隧道 今天一出的隧道 就架空路軌建的 就沿著黃宗坑明渠 去回鴨利州橋 將來的話 鴨利州橋旁邊 有並排的一條路軌 去回鴨利州那邊 鴨利州那邊 鴨利州那邊有兩位 那時候有利東 接著去利東之後 再去到海宜本島 有四個站 由於是這樣 中間要畫那條 香港仔隧道 即是旁邊要再畫山 那裡有大量的泥 本來誰搞出來誰負責都應該 所以海宜本島的居民 就覺得我們接受回來 OK的 但突然發現 原來全部都放進去 另一個實在是因為 他無處不肯放 而他無處不肯放 就是拖你三個月子半年 才放出來 那就搞得很麻煩 即是這個即時處理問題 那裡會拖 你剛才提到 很可能整個項目都會拖 遲了都不頂 你最佔了這件事 另外就是中間拖的時候 就會有某一些居民 很明顯在這個過程裏面 是不必要地 亦都不公平地受多了苦 苦大家都要 過程大家要分擔 是否一個公平的問題 你自己覺得 現在是否真的有一些弱勢 變成有些弱勢 是否特別受苦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不想太過把它悲情化 但我覺得 港鐵整件事有兩點 是值得大家參考 香港當然是搞這麼多基建 第一他很顯然有時間用門兵 為甚麼呢 他是在等他那塊地 即是他的區域那塊地 他的地一拍板 他立即就第二天招給我 根本就是他擔心無錢返 甚麼都因為上市之後的問題 他覺得他要面對上市 那塊地的故事是怎樣的 那塊地的故事是怎樣的 那塊地其實就是 以前有黃宗安邨 黃宗安邨 黃宗安邨在07年的時候 已經搬到石平灣邨 所以那塊地刺了出來 當初有提及 那塊地究竟 應該建建公屋 還是建居屋 還是拍賣 現在最終的方案就是 政府給了港鐵 給港鐵做一種補貼 補貼的話 其實大家的意義都不是太大的 即是覺得以往一直都這樣做 都成功 意義即是不同意見 是的 即是有不同意見 都是很小聲音 但覺得是行之有效 以往都是用回這樣的模式 但是的話 始終政府不知為何遲遲都沒有拍板 去到真的大約三個禮拜前 一拍板 第二天就在黃宗安邨 那塊地皮裏面 就是在掘地 掛了港鐵的掘地 掛了港鐵的掘地 開工 所以我想最終都是因為 那個融資方案未解決 所以之前拖了這麼長時間 現在融資方案解決了 那塊地批了給他 所以才開工 那塊地還有一些故事 就是想說回 究竟我們黃宗安那塊地 其實拿去股價的話 若我可能估到低的500多億 高的估到600多億 其實整條藍區地鐵藥木 需要的融資 大約百多億 究竟現在的話 用這樣的模式 去補貼港鐵 始終現在港鐵是上市公司 是不是一個適當 當然大家可以討論 前一陣子也有討論過 究竟是用土地補貼的模式 會好些 還是直接用住資 是更加合適 或者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案 這個我想大家可以討論 聽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他需要一隻豬 給你給他一隻豬 是的 真的 補貼我們理解 因為始終他 只是靠貼他實施本 但未補貼那麼多 就是這個問題 會不會應該賣港鐵股票呢 這個另外要計算 這個可能是很主意的 反而這個我想說多一句 就是港鐵既然拿了這麼多 其實那些是公共資源 就是拿了這麼多好處 將來的話 它蓋了整個相蓋 那些相蓋裡面 有沒有一些方便市民的設施 或者是方便周邊市區的設施 是可以做到的呢 這個我真的覺得政府有這樣的責任 去迫使港鐵做多些 其實那個現在王宗坑的 將來的大摩 即是大商場 有些什麼在裏面 其實現在就 還沒有一個很確實的計劃 但是他答應過區議會一樣的 其實區議會一直都是爭取 希望有一個大型的表演場地 或者是民喻中心的 民喻中心死都不肯做 他説整個大型商場 難道給一個很大的摩 就是佔了很大的部分 給你做這件事 他又不肯制 但是只能說到裡面可能有一個廣場 廣場的話 將來區議會有什麼民喻活動 隨時都可以借給區議會 不過南區真的沒有任何民喻活動的地方 是 所以其實這個 上環有上環民喻中心 是 去到東區有西灣可民喻中心 兩邊都有 中間有大會堂 這樣 這樣沒有 所以我們爭取過 南區沒有 我們覺得這個地方是可以好用的 因為你簡單 政府一直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說 譬如街日廣場下面有巴士站 禮頓山下面有一個美麗的社區會堂 其實我們的訂會堂 訂得很辛苦 他應該回歸社會 以往香港仔街坊福利會 有些很小的 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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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會堂 但是經常爆發的 現在黃昌康來說 街坊跟我說 是五毛社區 什麼叫五毛社區 就是沒有社區會堂 沒有街市 連一個超市都沒有 其實很多社區設施 原本有郵局 原本有警察的簽到紙 有一個站 現在全部沒有了 將來有一個 我不知道將來的黃昌康 物業上櫃叫什麼名字 但是裡面 究竟會不會有這些 方便市民的設施 我相信我們要去爭取 政府也應該去看緊些 不應該給港鐵一個人說完事 如果是的話 他只是說收你租 如果你給得起錢才做 我相信有對市民不理 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任何的協議 就是區議會可以怎樣 去進入 或者有什麼可以去參與 沒有正式的任務 港鐵只答應一樣 就是裡面商場 會提供一個場地 表演場地 給區議會 其實是用申請的名義 只不過我們有優先權 所以這個你見到 他給的出來真的很少 其他的設施 少像郵局、街市 大到某些社會服務的設施等等 我們有一個人口比例的規劃 起碼有一個目標 這些東西是很合理的 香港有標準指標 區議會這方面 是不是有一個更重的角色去爭取 其實區議會有這樣的共識 但是始終都是政府那邊 政府很奇怪 如果只是看過黃昌坑的話 我們黃昌坑摸過社區會堂 的確是的 但是他的標準不是 我看整個南區 整個南區 周邊他有 香港仔中心有 你去回利東也有 可以也有 所以他 其實好像很荒謬的說法 就是南區多不多休氣用地 南區當然多休氣用地 因為南區多沙灘 多交野公園 但是你回到很細緻的社區裡面 究竟我們夠不夠 其實很明顯是不夠 所以政府有時候要解釋出來的一些說法 真是可圈可點 或者我轉換話題 南區都是香港富貴區域 可能黃昌坑或者有幾條村 就不是富貴 但整體來說 由赤柱 在滿島 就算可以 但是黃昌坑也很特別 亦都有很多舊的工廠大廈 當然幾年工廠大廈都變質質 現在可能已經轉了做酒店 或者一些工廈 港鐵 你從宏觀點 即回到宏觀點 通車後 對整個南區的社會 生態 或者商貿 有什麼重大的轉變 我一直都很敬佩 黃昌坑 眼光 是比較闊的 我覺得對整體南區 第一就是 樓價一定會升 可能會再升 我不是暗示 但我覺得很不幸地 他會拉動你升 因為黃昌坑那塊地 一定會很重要 就算他自己的耳朵 也會被人侯著 因為發覺有些豪宅 那裡去建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想南區整體 人口的結構 都會改變 可能會變成兩個人口 即是會增加人口 我相信有機會 因為可能會有些人 不過那些人口是什麼人 你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投資客去到 因為那些人口很貴 但是整體的流動性會多了很多 因為我相信很多寫字樓 會在南區 會不會增加就業的機會 特別是商業方面 你多了商下 有機會的 因為譬如我會預期 黃昌坑有機會 變成另外一個太古城的情況 那些樓宇是否太古城 那樣的做法 不知道 但是他旁邊的寫字樓 太古城 所以他會是這樣的 但是可能會變成一個 比九龍灣更加要好的商業區 於是一些比較低的 就業機會 可能會有了 比如清潔 支持性的活動 支持性的活動 就會有 而我相信 那些人 始終工資有限 就會住在西市區域 即是香港仔 田灣 有這樣的可能性 即是那裏就住了一些 所謂支援性的服務業 但真的專業人士那些 就買你可疑 可疑可能就不是 可能那些人會 即是等於以前的人說 買完智庫就買碧瑤灣 現在碧瑤灣 購買貝沙灣 遲些人買完可疑 就去買黃竹坑的月牌 因為那裡會很貴 超貴 而且他現在還有那個 信火的 深灣九號 這一個這麼大的改變 除了說 居民的生活之外 對環境對生態有沒有影響 其實坦白地說 整個南區地鐵 我們整體意見 如果要拿一個判斷 我們當然是歡迎 而所帶來的正面的效益 是遠遠大過那個閉署 閉署那裡都要提 其中一樣就是對周邊社區 可能有些景觀上 或者是這個環境上的破壞 或者滋擾 例如是黃竹坑的月 因為那裡有一間康復中心 康復中心裡住的是 藥勢的社群 裡面住的是精神病的康復者 裡面有一些盲人 裡面有一些雙層人士 就業的工場 但是那條的南區地鐵 高價路軌正正建在他們中心的後面 那個中心其實有一個千多人 有些人在裡面 有些人在那裡長住 所以經過我們多番的爭取 這個廣告也要賺一賺港鐵 他們的確有聽到我們區議會的聲音 即是議員的聲音 我們跟他們開了會之後 強調那個因為是弱勢的群體 那個是最接近民居的一段路軌 所以他答應了在那一段的高價路軌 全覆蓋式地加了一些隔音屏障 令到到黃朱坑名渠上面 那一段的這個噪音的影響 是可以減到最低的 所以這個我們見到 即是港鐵有壇有賺 這方面是值得的賺 在這個高價路那一段附近 還有幾多個民居 因為高價路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噪音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 半夜就算收了港鐵 其實那條路都有車走的 你住過在柴灣 在陷花村那些就知道了 即是晚上判隨著鐵路車聲 是安睡眠的 將來會不會有這個情況在南區裏面 現在的話就沒有 但是將來就剛才說的那個 物業上街 物業上街正正的樓下 就是這條高價路軌 即是將來那座 不知道叫什麼 黃宗安城 黃宗安城 但現在的話 我們主要的民居 都是住在深灣那裡 住在南廣山那一段 那一段的居民 我相信 就不會受到這條高價路軌的噪音的影響 因為始終都隔了大概 十至十分鐘的路程度 所以那個噪音 對於現時最多的居民來說 影響就不大 反正就對福康中心的院友 影響會比較大 我又時光快速四年後 通車順利 你們是得益 南區黃宗坑 或者是國凱爾 我又假想一下 東線那些怎樣 西線那些 廖宗安城 到時交通有什麼轉變 你覺得 到時 一是他們選擇 去黃宗坑轉車 一是寧願 不如搭去更近 去堅離地城轉車 去大學站轉車 如果你說 智庫花園或者華富村 可能真的 搭去大學站 轉回中環 更快 搭去黃宗坑 再轉地鐵 出竹環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 正在想 西港島線 即西環那邊 在2014年 他們通車之後 我們也要想想一些 交通接駁的安排 其實我們在 南區區議會 我們也有些建議 希望可以盡發 做一些大型的研究 在想想在華博區 隔壁南 華富村 田灣 香港 但是 到2014年後 那些交通接駁安排 到底要 那個流量應該怎樣做呢 這個就是 會是用到區議會的層面 去做一個research 較為大型少少的調查 我們也希望這樣 可以盡快可以幫到 在南港都線西團 譬如沒有地鐵 但是交通安排 都可以做得好少少 不過你給我問 我覺得 任何特首 我對他的期望 就是 你拍板在西線 任何的交通經營者 都要面對 與時俱進的情況 而鐵路真的 它的污染比較少 不過現在成本大 所以它要靠地產大動 就是香港特有模式 但是我寧可去做 然後你告訴別人 五年後 或者七年後 我又再去一條 人家有七年的打算 就自己慢慢去做 即是巴士公司 小巴 你說可能做 可能不做 大家還很猶疑 加不加車好 改不改善某些東西好 這是很大的問題 居民 居民對這個西線 不如香港島西線 以及南區的東線 最尾巴士公司 都會接駁 就像我們九龍一樣 終於最尾巴士公司 都會接駁 即是雙面 居民他們對這方面的意願 是怎樣的 是否很同意 還是有分歧 我的理解 就是香港仔 或者華富華貴 都會同意 可能 希望不會得罪 電視機前的觀眾 不過我覺得 可能背後收回 部份的居民 寧可保佑的寧靜 有些像現在 當年 爬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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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假如你架輪 不如不要進來 最終沒有進去爬馬地 即是有些區 可能想做綠洲 但你覺得 大部份 其實都希望 接駁到 我想基層市民多的地方 就好一望接駁到 我想始終南區市民 飽受香港仔細塞 塞車的問題 困擾了很久 其實整條雙線 就是由大學陣 一直駁到黃竹坑 政府有沒有估算過多少錢 到現在 我想還未開始再研究 我們當然希望南港島線 西段真的起到 但從政府一些比較細微的安排 其實我對這條西線 不算太樂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起南港島線 東段 要將泥頭 要倒進一些等船裡 再運走 其實找了很久 找得很辛苦 才找到兩個射泥口 一個在薄芙林那邊 一個在亞利洲 近海爾半島 去到薄芙林那邊的射泥口 其實他現在已經說明了 用完這一次 之後就不會再用了 其實將來 如果再要建南港島線 再要找一個射泥口 是相當之困難的 即是如果政府 既然都承諾了 不再放一個射泥口 其實將工程的可行性 都會受到一個限制 首先再一次 多謝幾位 今天來到秋冬時間 幫我們 將整條南區鐵路的發展 和歷史 和有什麼困難 或者將來這幾年 有什麼問題 都跟我們分享了 希望你們幾位 接下來幾年 在區議會裏面 幫我們南區居民 繼續監察和爭取 我們多謝大家 收看我們這個 《喜霸香港》的節目 也多謝邦奕林 參加我們的主持 以及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